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节点 叫做什么呢 叫做Displace Along Normal 沿着法线移动 然后对于法线 我们暂时先把这些都删掉 让我们清晰一点 好 这个节点干什么用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让这个球变得更大 我们对P要进行处理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节点告诉我们的法线 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法线打开 每个点都朝外对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要沿着法线将点移动的话 这个球就会变大 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移动的量在这个地方Amount 我们简单的来给它一个 比如说来一个常量 浮点数 这个总数是个 移动的量是个浮点数 把它连到这个Amount 如果现在 你看 如果我现在给它值 它就会变大 它就会变大 或者是给它负值 它就变小 好 它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我们的之前用Mountain节点 来产生的地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沿着法线来进行上下移动 对不对 或者我们这里简单的来看一下 我们把暂时那个常量去掉 我们给它来一个随机数 然后Random 这一个和我们之前写的代码 那个Random是一样的 Random产生一个随机数 我们把它放到这来 它呢是通过点的位置来产生随机数的 我们把它连起来 然后给到Random 给到Amount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产生的各种奇奇怪怪的 这一个数字 每一个点它会产生 每个点的数字都不一样 所以呢 它产生的随机数就会给它 于是乎每一个点 它向外面延展的这一个就会不同了 好 这个就是Display Along Normal 好 它这个用法 就沿着法线移动